我们俩挂着窗儿彩虹里 呀彩虹里 等呀等皆有心 等呀等没有情 就好像两脚里 从来不分离 要我俩一条心 我们来到了长龙的海事博物馆 欢迎光临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姐姐 你们看原始船的这个 全部都是古早古早原始人用的船 家里外面有什么 不是用什么 有手把手砍一段的屏幕中 有动物啊动物品啊 然后再填换一片 没有这些的话 我家只有养羊啊 养牛啊 养动物啊 就叫做瘦皮浮腩 瘦皮浮腩 就像一只气球一样 在里面换气 答对了 哇塞 好我们现在一路呢 要从最原始的古代的埃及 我们都知道埃及大概在四五千年前的这个古文明 后来呢一路就到了希腊罗马时代 这是希腊的船 然后这就是Vikings 北欧他们怎么样征服全世界 成为全世界欧洲人的祖先 你知道维京人有去哪里吗 不知道 维京人呢他们从北欧呢 斯坎帝半岛 也就是在现在的挪威 瑞典跟丹麦这个地方呢 因为他们的土地呢实在是太平洁了 人越来越多 没有东西可以吃 于是他们就驾着船呢 就到了现在的冰岛 然后呢格林兰岛 英国到了欧洲的大陆 甚至于还到了俄罗斯 也就是今天的乌克兰 那好远啊 世界呢 第一个地球影 这边写说呢 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对不对 再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哦 其实呢 哥伦布呢 他并不是第一个发现新大陆的人哦 早在更早之前的维京人呢 他们就到了北美洲 但是因为文献呢 他其实记载了没有这么多 所以哥伦布呢 他就被记在史册里面 说是他是第一个发现新大陆的人 郑和宝船是很大的对不对 大 非常大 你要想到一艘船可以带两千人左右 他下渠和下渠是 分化三十三年 中国船 我眼睛自己以 宇宙作为概念改出来 那个眼睛啊 如果往前看 通常就是战监 或者是商船往前看 往下看是乌船 这跟那个维京海盗船的概念一样 船手如果是一个骷髏头 龙头就是我要来打仗 我要来征战你了 但是如果是一个白旗 就是我只是来做生意的 对对对对 中国人的船呢 为什么可以航行那么紧 中国人的军动物资 很养到金本 所以如果放生圈西菜什么 篮子在哪 它会放鸡啊鱼肉 会放西菜 所以那边是放生擎的就对了 他们生擎是挂在船外面 不是 就是一个游子这样 哇哦 然后靠近我们这个是马桶 这个是马桶 然后就直接排泄到那个 海上 哦原来 原来是这样 这边呢就会有西方跟东方的 在船舰上面的一些历史 那这一次呢 在我们的海盗夏令营里面呢 我们会认识这一个维京人 我们会认识呢 从9到11世纪的时候 开始兴起了在现在的 北欧斯坦丁半岛这边的维京人 他们去远征的哪一些地方呢 接下来呢 我们还会认识在13世纪的时候呢 马可波罗呢 他们从威尼斯共和国 也就是现在的意大利出发 不过他们是一路呢 先走私路 先走陆地呢 经过什么 阿拉伯半岛 土耳其 然后在一路的往右边走走走走走 走翻山越岭 到了可代的中国去找谁呢 也是族不必烈 马可波罗呢 他在元朝当了大使 当了十几年之后呢 最后他是护送的阔阔真公主呢 到伊尔汉谷 这次呢 他就要走海路啰 所以我们会认识 他到最后是怎样一路呢 从中国的沿岸 然后走海路回到欧洲 然后接下来呢 在15世纪的时候 哥伦会发现新大陆 他们这个行程 然后相信大家都一定有听过一个人 叫做郑河 对不对 郑河下西洋 他到底去哪一些地方 这些国家呢 跟我们现在形式息息相关的 我们南向政策 就到这些国家哦 最后你认不认识一个 跟台湾呢 是有最密切关系的一个海盗 很成功 如果有时间我们也会介绍到它 所以我们这次呢 在海盗下电影的时候呢 我们会从鲁网中来 会从西方到东方 然后会从九世纪 一路一路一路一直到了现代 还期待吧 游奖正大时间来了 请你看着照片上面两边的船 想像你现在在黄河的上面 请问你会行驶 左边的船还是右边的船呢 在粉专的下面留言 左或者是右 我们将会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抽出得奖的人哦 正确并且被抽中的人 Lara会送你一艘小班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